哈囉大家好我是翼哥 今天我要為大家帶來三個 最違反直覺的機率問題 希望讓你們覺得機率其實蠻有趣的嘛 來試試看你能夠都答對嗎? 那我們挑戰開始 第一題是這三個問題當中的暖身題 有一個只想生兒子的國家 如果他們生出女兒 他們就會選擇繼續生 直到生出兒子為止 那麼請問這個國家的男女兒童比例會是多少? 很容易理解的一個問題喔 那選項就是 是男孩的比例較高呢? 還是女孩的比例較高呢? 還是比例會是1比1呢? 那我給大家5秒鐘想一下 答案是1比1 男孩女孩的比例會是一樣的 你答對了嗎? 這一題應該有很多觀眾是答對的啦 那我用一個簡單的方式向大家說明為什麼 我們假設總共有100對家庭 那這100對家庭 第一胎會分別生出50個兒子 50個女兒 那生出50個女兒的家庭 就要生第二胎 第二胎會分別生出25個兒子 25個女兒 那此時的新生兒男女比是75比75 第二胎生女生的家庭要繼續生第三胎嘛 那他們生完第三胎之後呢 比例會變成87.5比87.5 那我們發現這些比例都會是1比1 做一個簡單的實驗 就可以讓我們了解這一題的答案 幾個星期前 我在網路上看到新聞報導 台灣的新生兒比例 男生比女生多 底下的留言很多人就在猜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結果 就有人留言說 會不會是台灣的家庭都想要生兒子 所以在沒有生到兒子之前呢 就會一直生一直生 然後生到兒子就停了 所以男嬰的比例比女嬰高 這一則留言按讚的人特別多 那看到這個情況就也是笑一笑啦 可能他們的機率沒有學得很好 第二個問題 我們統計全台灣所有人的銀行賬戶 存款的首位數字 其中首位數字是1的比例 佔全部的百分之多少 假設我的存款是307塊 那開頭就是3 這樣 存款開頭的數字有 123456789 9種可能 所以出現1的比例 難道會是1 9分之1嗎 還是說其實應該會大於1 9分之1呢 1是先出現的啊 就我們會先1000再2000嘛對不對 10000再20000 那我們一樣給大家5秒鐘想一下 你們的直覺是哪個答案 好那我給大家公佈一下答案 這一題的答案是30% 出現數字1的比例 確實會比出現其他數字的比例要來的高 而且還高不少啊 那光用講的有些人可能會不太相信 那我們一起來做一個統計實驗好不好 那大家可以準備一下紙跟筆 然後你們打開YouTube的首頁 首頁上會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影片 我們要統計的是 影片點閱數開頭的第一個數字 大概統計個50個 然後你們觀察一下統計的結果 是不是點閱數開頭是1的真的比較多呢 然後89的很少 當然我們在統計的時候 盡可能要選不同類型頻道的影片 因為如果是同一個頻道的影片 觀眾的數量可能是一樣多的 所以統計結果可能會失準 這個現象其實是著名的班佛定律 班佛定律告訴我們 一些從生活中得出的數據 以1為首位數字出現的機率呢 大約是30% 那各位可以回想一下 你們有沒有看過或者是背過 哪個數字是接近30%的呢 30%就是0.3 有想到嗎 是LOG2 LOG2是0.3010 以2為首位數字出現的機率是17.6% 這個數字是LOG3-LOG2 3為首位數字是12.5% 是LOG4-LOG3 依此類推 很多累積型的數據都會有這樣的現象 像在Youtube 不只是點閱數 讚數、留言數、訂閱數都是 還有像是國家的人口數、河流的長度、山的高度都是 那像是人的身高就不會符合班佛定律 因為人的身高基本上就是1公尺多嘛 班佛定律還可以用來檢查一些經濟數據啊 投票數據啊 也沒有造假 像華盛頓郵報 就曾經用班佛定律聲稱 2009年伊朗總統大選中有造假 這是Wiki上的資料 最後一題是一個相當著名的機率問題 叫做三門問題 在電影決勝21點就有出現這個題目的討論 那我們直接來看電影畫面吧 好,現在,我們來給 Ben一個機會 給我們一些討論的資料 我們會叫這個 我們會叫這個 《Game Show Host Problem》 好,來? Ben, suppose你會在一個遊戲 你會選擇了一個機會 你選擇了三個不同的門票 好,來? 現在, behind one of the doors 是新車 behind the other two goats Which door would you choose, Ben? Door number one Door number one Ben選擇 door number one 好,來, now the Game Show Host who, by the way knows what's behind all the other doors decides to open another door let's say he chooses door number three behind which sits a goat Now Ben Game Show Host comes up to you says, Ben Do you want to stay with door number one or go with door number two? Now is it in your interest to switch your choice? 好,那大家有聽懂嗎? 就假設你選了一道門之後 主持人會從剩下的兩扇門之中 打開一道沒有獎品的門 然後問你要不要換 就換沒打開的那一扇 你們覺得 換會比較好 還是說在機遇上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不用換 那我給大家思考一下 那我們接著把電影看下去吧 Now is it in your interest to switch your choice? Yeah When I was originally asked to choose a door I had a 33.3% chance of choosing right But after he opens one of the doors And then re-offers me the choice It's now 66.7% If I choose to switch So yeah, I'll take door number two And thank you for the extra 33.3% Exactly People remember If you don't know which door to open Always account for variable change Now see, most people wouldn't take the switch Out of paranoia, fear, emotions But Mr. Campbell He kept motions aside And let simple math Get his ass Into a brand new car 答案是換會比較好 我們一開始選擇的第一扇門 選中獎品的機率就是三分之一 剩下的兩扇門 機率分別也都是三分之一 可是當主持人打開其中一扇的時候 機率會被並過去 所以如果你選擇換的話 那選中獎品的機率會變成66% 你其實也可以把它想成 如果你選擇換的話 相當於一次選到兩扇門 那機率就是66% 我們也可以用類比的方式來思考這個問題 我們把三扇門增加成100扇門 100扇門當中只有一扇門有獎品 一開始我們隨便選一扇門嘛 所以選中獎品的機率就是1% 接著主持人從剩下的99扇門當中 打開98扇沒有獎品的門 問你要不要從你一開始選的門 去換現在剩下沒有被打開的那扇門 因為數目變多了嘛 就會感覺好像應該要換 那如果只有三扇門 就會比較違反直覺一點點 這個題目其實傳遞給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當選擇只有兩個的時候呢 幾率不見得會是50-50 有一個玩笑是這樣說的 就是假設我們今天拍一所大學的籃球校隊 去挑戰NBA的明星隊 那究竟這個大學籃球隊的勝算是多少呢? 因為只有輸或贏兩種結果嘛 所以難道幾率就是50-50嗎? 是不是好像哪裡怪怪的 不是說結果只有兩種 輸或贏 那幾率就一定會是50-50 三門問題也是同樣的概念 我們最後會剩下兩扇門可以選擇嘛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兩扇門 它的幾率就一定會是50-50 那如果有些人對於三門問題還是半信半疑的話呢? 我非常的建議你們可以去做實驗喔 你們就準備撲克牌就可以實驗了 找一個主持人 然後你測試30把 統計一下 如果換的話 拿到獎品的次數是多少 有沒有大於1 2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三題 違反直覺的幾率問題 你們有都答對嗎? 我還準備了一個bonus的題目想讓大家思考 題目是這樣子的 假設有兩個硬幣 其中一個是兩面都是正面 那另外一個是公正硬幣 假設我們今天閉上眼睛 從袋子裡隨便選一個硬幣 然後往上拋 落下之後 我們眼睛打開 發現它是正面朝上 那我們把這個硬幣翻面過來 結果呢 出現反面的幾率是多少 你們可以想一下 是1 2嗎? 高一高二的學生們 下學期的第二次段考 應該都是在學幾率嘛 好好的學習條件幾率 你們可以回答上面這個問題 這一題的答案是1 3分之1 歡迎大家留言分享 為什麼是1 3分之1 而不是1 2分之1 還有大家對於剛剛三個幾率問題 有什麼疑惑或是想法的 都歡迎你們留言分享 如果你們覺得我今天的影片有趣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好不好 把它按爛 我是易哥 我的頻道是以高中數學 還有升學資訊為主 那如果你是高中生 你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因為我有很多很棒的內容 迫不及待想要分享給大家 而且這些內容 會對你們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